这些小玩意们我也是都感兴趣了 对感兴趣的东西一定要愿意去做 那么我在制作成视频以后发布到网上 那播放量当天就突破了一百万 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开始不断地去拍摄我爸 去做一些木工的事 把咱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损报工艺 这种不大精深 这种记忆传承下来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继续以视频的形式去展现它 我们是干到老学到老 永远学不完的 我们要想把这个事情干好 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走出国民 一整个月